而針對核四的議題 現在可以說是各方角力不斷 民進黨團就力推在立法院 要做出廢核的決議 不過這個決議 在九號的程序委員會當中 已經被國民黨團給擋下來 暫緩排入明天的院會議程 而今天就有大批的環團人士 到立法院門口來抗議 他們認為隔魁將一化 既然先前就已經承諾過 只要立院決議停建就會接受 就應該讓這項提案來排入院會 由立委做出停建的決議 不要再浪費全民資源來做公投 停建核四 非要和家園 環團人士聚集立院前抗議 卻為了行政院長江一化 日前在立院備詢時說到 如果立院真的決議刪除核四預算 行政院會依法接受 因此環團人士認為 既然已經有了隔魁的承諾 只要立院在12號院會中 做成停建核四決議 就能解決爭議 怎麼檢查他還是拼裝車 還是海沙烏 希望立法委員不僅是民進黨 台聯黨 希望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也能夠支持這樣的案子 環團人士認為立法院直接決議停建核四 就不用再耗費社會成本舉辦公投 而經濟部長張家住上午在立院接受備詢 報告核廢料進度現場炮轟連連 清明黨委員也跳出來開炮 當他發生核災的時候的廢水是如何處理的 他一剛開始的時候是存在一個tank裡面 那後來因為滿了後來就露出來 有沒有辦法把它清乾淨 到目前為止他們還在處理 立院裡頭討論熱烈 外頭的抗議則由民進黨委員潘夢安及邱毅 已經出面聲援 跟大家保證民進黨黨團明天40票 在我們自己的提案我們會捍衛而且一票不少 立言揚言要在12號院會當中要求決議停建核四 不過國民黨團認為用立院決議來扭轉核四興建 這個重大政策是違憲做法 看來核四議題將在院會再現爭議 運動TV黃宇宙周一柔台北報導 謝謝